哈喽兄弟们我是有风 最近的话OPM AI的一个发布到它的一个新模型 叫做GPT4O GPT4O的话它会相对于GPT 之前的一个版本的话 在很多方面的话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今天有风就来带大家学习使用它的一些新功能 把官方提到的一些功能的话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遍 看一下这个美女讲的一些功能能不能实现 三个版本的话是GPT3.5,GPT4,GPT4O 它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一个普通版 旗舰版什么高级版之类的 GPT3.5的话它的速度的话是最快的 但是它生成出来的内容的话应该是 在这三个里面的话效果应该是最差的 GPT4的话就是一些高级玩家的选择 它可以生成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运算 GPT4O的话它就是目前来说市面上最顶尖的 最新的一个AM模型 首先我们把上面这个模型的话 我们改成一个GPT4 我们选择第一个 我这里的话给它传一张照片 而我随便给它一张照片 我发送给它 发送以后我点一下这个暂停 我点击这个耳机按钮 我用语音的话来和它对话 我们来试一下 你好GPT 我刚才发送了一张照片给你 你在这张照片上面看到了什么内容 这张照片展示了一个街道场景 照片中有几栋现代建筑 路上停着几辆车 其中有一辆红色的小火车和几辆白色轿车 街道旁还有一些树木和太阳能路灯 背景中可以看到几栋高楼 天空晴朗 有几朵白云 这是一个典型型的城市街景 不错 谢谢 如果你想更深度的了解GPT4O的一些功能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Google 我们搜索一个关键词 就是GPT Playground 我们点开第一个就是它 点击左边这里的一个对话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GPT4O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对比按钮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先的话我们选择一个GPT3.5 右边的话我们选择DPGPT4O 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给它一段提示 来对比一下它生成的一个内容质量 会有一个速度 那这里的话我可以直接把提示语发送给它 我说写一个关于AI的一个脚本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们大概的一个效果 左边的话是GPT3.5 我写的右边的话是我们GPT4O写的 GPT4O它可能更理解了我的一个语言 你看我给它提示语是一个中文 它帮我生成中文 但左边的话它给出我们的一个英文的一个版本 第4O的话来帮我们写一个Python的一个代码 我说帮我生成一个Python的一个脚本 那定期备份指定的文件夹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外部的硬盘或者一个云盘 告诉我具体的一个代码还有一个步骤 那要详细一些 这个时候GPT的话它就会帮我们写出相关的一些代码 还有一个具体我们要执行的一个步骤 而且它这个速度的话也是非常的快 详细步骤 那上面的话是给了我们一串代码 那里面有详细步骤 配置了一个脚本 选择备份的一个间隔 还有运行的一个脚本 非常非常详细 你看这么长 那以往的话如果说你用GPT3.5的话 它是生成不了这么多内容的 有的程序员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它这里面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复杂 一次性帮我们生成了这么多内容 那我们还可以测试一下 我说帮我生成一个Python脚本 定时提醒和水 告诉我具体的一个代码及步骤 这个时候来看Python的话又再帮我们写 而且这个写的速度的话真的我非常的快 以后的话程序员的话 程序员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学好 不然的话你可能随时有可能被AI替代 每一个程序每一个关键步骤 都帮我们罗列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生成生日提醒 接下来它又在帮我们开始编程 首先需要安装一个什么库 创建一个CSV的文件信息 下面的话给出一个代码 非常的牛 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非常的nice 它也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STL的一个文件 什么是STL文件 它其实就是一个3D模型的一个代码 你看它同样的话可以帮我们生成 生成这种STL的一个文件 非常非常的厉害 3D模型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信息的话 上面的话已经给出了你的一个步骤 我还可以这样 我说请直接给我一份STL文件 那我直接下载来用 那我不需要 我不想要上面这么复杂 我想简单一点 那这里的话它已经生成了一个 带有4个轮子和随机属性的一个STL文件 我可以通过下面下载 那这里的话你看我这里的话 这个文件的话已经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我们打开Google 我搜索一个STL在线查看 那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STL的一个查看 在线查看的一个网站 可以直接把我们刚才用GPT生成的文件上传进来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预览一下效果 这就是一个3D模型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 你看这就是它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模型 这也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预览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有了GPT的帮助的话 我们可以生成非常非常多你想要的一个3D模型 现在的话GPT4U的话 它还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图片 以往的话我们在GPT3.5里面 它是不能直接生成图片的 你需要用它这个付费版本 GPT4再能生成一个图片 我们来测试一下 帮我生成一张法拉利跑车 停在马路上 比例的话16比9 我们来看一下 很快我们这辆跑车 你可以看到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 这张照片的话非常的漂亮 那我还可以叫它的话旋转一下方向 在GP4的话 它在处理图片方面的话 它的能力的话也是越来越强 相信GPT以后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这里的话方向的话 大概的话 这里的话它说已经帮我换了一个角度 那如果之后这个角度你不满意的话 你还可以叫它再换一个角度 这次的话它帮我们生成了两个版本 它问你哪个版本你比较喜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角度也可以冲 而且这个现在的话 GPT4的话生成了出来的照片的话 越来越真实了 它在这个模型里面 它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 这个角度都还可以 你喜欢的话 你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跑车旁边站着一名帅哥 看着镜头非常的自然 我来看一下 那这就是它帮我们生成了好的一个图片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说人物需要特写 同时的话也需要看到车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张的话差不多生成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张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下载下来 按理 下载下来以后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脸的话给换掉 给大家来玩一下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把这个脸 换成任何你想要的一个脸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我们点击这个换脸 或者你先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 点击一个立即AI换脸 左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刚才这张照片拖进来 右边的话 你可以放一张 比如说你自己的一个照片 我们来再换脸一下 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自作封面图 你可以叫AI的话 生成一些比较有科技感的一些照片 里面有人物 最后的话 你再把这个人物的脸的话 换成你自己的一个脸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换脸后的一个效果 大家觉得像不像 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思 这是他原始的一个人 这是换成我的脸以后的话 大概的一个效果 大家觉得像吧 生成好以后 如果你说你觉得这个车的颜色 你想换个颜色也可以 我点击下这个图片 点了图片以后在上面一个编辑 编辑好以后 我们这里把这个按钮一个笔刷 然后可以先把这个框起来 先把它选中 选中以后的话 我们这里来告诉他 我说把车的颜色改成蓝色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功能的话 它可以对我们的图片的话 进行一个区域的一个更改 他说已经帮跑车改成蓝色 希望这个颜色符合你的一个要求 但这个颜色没有改 我说颜色没有变 这个时候他会重新帮我生成 可能他这个模型现在还不是很稳定 那我们需要再来多调教一下他 AI毕竟是AI 那可能有时候不准确 如果不准确的话 你可以再来给他进一步的一个提示 那这次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蓝色 这个汽车就变成蓝色 但是这边这个人物的话 他也帮我变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这上面再写一点字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编辑按钮 我在这个地方给他画上一个区域 我说写上文字 我说在这个区域写上文字 有风这个拼音 如果你在上面的话 告诉他写中文的话 他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我已经试过了 目前只是说处理英文的话 他效果还比较好 在上面打上英文没问题 中文的话他会出现乱码 但是他处理完了 但是这个颜色没有看到文字 那这次的话他这个还是有一点bug的 我告诉他 我说没有看到文字 看他会不会再帮我加一次 你就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人 和他对话就可以了 那如果他生成出来效果不满意 你直接再告诉他一次 我们看一下 这次生成出来图片上 会不会有文字 文字已经加上了 你看他 但是他加到的是这个车子 在前面这个位置 并不是我想 想加他顶部 再告诉他文字加到 我说文字加到上面天空的地方 看他能不能听动我的一个话 能不能识别图片上面的一些内容 再把文字的话加到这个位置 因为他刚才帮我加到这里了 加到这个车牌上面来了 我觉得这种图片还多好看了 我先把它存下来 点击这个下载把它下载下来 再下来我来换脸试一下 还是打开这个换脸网站 点击这个换脸 我们只是随便来玩一玩 感谢小伙伴可以多去尝试 把照片拖进来 右边的 穿上我的一个照片 点击一下换脸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帅锅换成我的脸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已经换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觉得像不像 甚至这个 这是原始的一张照片 这个是换上我的脸以后的话 它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大概的一个型 还是有点像的 这里的话还有我的名字 但这里的话处理的还有一点差距 不过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 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回到GPT 看一下它刚才帮 帮我把我的这个有风的名字 加上来 它还明显已经帮我加上来 可以看到 它把我加到这个天空的位置 在这里的 我们再来测一下 测试一下它的一些表格的一个处理能力 那我给它的提示 也就是帮我随机生成一份公司产品的一个销售表格 那我们公司的话是做电动车出口的 里面需要有一些详细的专业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GPT 能不能帮我们生成这样的一个表格 那大概的话帮我们生成了这样一个表格 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 是对应人的一个销售表格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给它更复杂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里面的话需要有出口到对应国家的一个名字 出口的额度 出口到车型 以及各家代理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 那价格的话是包含了关税 与不包含关税的话都要详细的一个罗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首先的话帮我们写了一段 它首先它自己的话写了一段代码 因为它会根据这个代码的话再来帮我生成 因为这次的话我给它一些都比较了出比较难 那这里的话它已经帮我生成了具体的一个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可以点开这个按钮 放大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帮我们生成了一个每月份 生成了一个产品的名字 懂销售哦 那每个月销售哦 这上面的话 你看上面非常详细 上年度销售哦 连增长率是多少 国家哪一个国家 它这个代理是哪一个 它销售了多少 这个表格的话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详细了 我再问他 我说针对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增关税的额度 那帮我重新计算一下同样的出口的汽车数量 每辆车的销售成本的一个增加的比例 以及详细的数据 那这里的话它会帮我重新计算 那为了重新计算包含关税的销售成本 和增长比我们需要以下的信息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关税比例 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数量 每辆车的一个出口价格 那这里的话 那假设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收关税 25% 它会重新帮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计算能力的话 在以往的GPT3.5里面 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现在有了GP4欧 它处理出来的一个效率的话 它处理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首先的话它会帮我们生成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话我们不用管它 这是它里面的话 它的系统的话自动在进行一个计算 它会帮我们创建生成一些数据 这是它的处理一个流程 只是说它展示给我们看了 总体来说 GP4欧的数据处理能力的话 真的是大大的一个增强 那你在其他任何AI软件里面的话 我相信目前的话 它都达不到像GP4欧这么强大的一些功能 这个主要是计算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后的话 我们每辆车的一个成本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上面的一个点击这个按钮 那我们可以往后面拉 它里面的话给了我们具体的一个数据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表格可以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它也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图票 我说再帮我生成一个对应的 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GP的话 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这张图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放大来看一下 这一张图的话都是非常的 这张图如果你觉得可以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下载下来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图表的话 你可以换一种 那我们可以换一种图表 这次的话它帮我们换了一张图表 可以来看一下 这种柄状图这种小效果也是可以的 可以点击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把它下载到电脑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手机端的GP时候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有意思的功能 我来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来加大一下难度 我面前有一盒糖 糖上面的话有一些数据信息 现在的话我来给糖拍一下照片 等一下我叫GPT的话 来帮我整理一下上面的一些数据信息 我先拍一张 照片拍好以后的话 我们打开我们的GPT 来到GPT以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模型的话 先改成一个GPT10O 好就是第一个 点击左边那个加号 把我们刚才这张照片发送给它 点击一下发送 这里的话我来给它一段提示语 我说请根据图片上的信息 帮我整理成一个表格 我来看一下GPT它行不行 那我们来重视一下 它说它已经根据图片上的信息整理成了一个表格 我们点击右边这个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它生成一个表格的一个下载地址 帮我生成一个表格的一个下载地址 它这里的话正在帮我分析 表格的话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点击下下载商品详情 我们来看一下它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表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拉到最顶部 这里非常可以你看 这我们表格的一个信息 它已经帮我们弄好了 上面有一个单位重量价格包装等等 那我们再来进一步来给它增加一个难度 我给它提示是这样的 我对食品行业不了解 我现在需要做一些食品的标签 但我不知道需要哪些信息 你能给出我一些案例吗 给出具体的信息并整理到一个表格里面 它就帮我们给出一些制作食品标签 需要包含以下的一些信息 那以下是三个案例 比如说巧克力啊 什么格子啊 这些之类的 所有里面我们要的信息的话 它都会告诉我们一下 它还将这些信息的话 整理到整理到这样一个表格里面来了 现在GPT45的话 它处理的信息量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长 它所有的信息生成好以后的话 你看给了我一个下载的一个表格 我点击看一下它帮我们生成好 整理好的一个表格 非常的nice 每一个产品在上面 给的非常的信息 营养成分表 生产许可 使用方法啊 这里面都可以有了 那它可以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 学会使用AI 接生小助手 可以帮你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同样它也可以帮我生成一个图片 我再教它帮我生成一些对应的一些标签图片 我可能就会有一些参考的一些方向 如果说请求失败 我们再点一下再来 试一下就可以了 它这里的话 它正在帮我们生成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它帮我们生成的标签图 会是什么样的 GPT4 我当它现在处理图片的能力的话 也是非常的强 图片它已经帮我们生成好 但是它现在只能处理这种英文的 中文的好像不行 我觉得它文字能改成中文的一个简体 看它试一下它能不能 文字的时候的话 GPT4的话 它可能还有 GPT4的话 可能还有一定的一个进步空间 但是我相信 你现在目前AI的速度应该很快 我估计应该用不到一两年 应该就可以攻破这个问题 也许只要几个月 现在Mijeri的话 在处理文字方面的话 图片上加文字的话 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 这个你看生成处的其实一半 而且它这个 我看来其实也不是汉字 所以说它还是有一点不足 现在处理图片上 如果处理文字的话 可能还差一些 可能它更多的话 是处理一些文字方面 一些计算方面 或者说编程方面的一些信息 请不吝点赞